什么是平背? 脊柱曲线、颈椎前秃、胸椎后秃和腰椎前秃是姿势对齐的一种表现 这在正常条件下提供了三个重要的功能优势 A.它们减少了股价的负荷 B.它们增加了运动范围 C.它们在腿部支撑的基础上改善平衡和重心的对齐 平背的特点是腰椎的前秃曲线相对标准的减少 在这个位置倾向于更大的骨盆后倾和小于正常的腰底脚 正常情况是什么样的呢? 我们看到L1-5有轻微和中度的腰椎前秃 骨盆轻微的前倾 错误的姿势是什么样的呢? 更大的骨盆后倾 腰底脚看起来比标准的小 腰椎前秃曲线变平 什么是腰底脚? 脊椎、L5、S1中脊柱和骨盆之间的连接产生腰底脚 腰底脚通常约为40度 腰底角度增加超出正常范围是脊柱前秃增加的特征 角度的减小可以减少腰椎前秃是平背的特征 错误的位置是什么样的呢? 腰椎前秃明显变平 骨盆后倾明显 腰底脚看起来比正常的小 在某些情况下 变形是源于结构性的 在腰椎前秃减少 下背部看起来挺直 即使骨盆是处于正常的中立位置 在优优症中旅行